我们的ECFA是不是真的就要全面的终止了 经济部现在呢只有要告诉我们的是说 其实真的影响没有你们讲的那么大啦 不要担心不要紧张吗 可是企业界却又不是这么样的看法 所以现在呢我们到底是在忙些什么 好我请教一下波基 我们真的要跟对岸要去沟通 要去对话的时候 我们完全没有作为吗 这个就是不管说这个蔡英文的最后几个月的任期 或者是未来赖清德上任的任期 这个都是首要的挑战 最近这几个月因为还在所谓的看守期 就是说赖清德已经选上了 但是呢蔡英文还没卸任 那这一段时间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请问两岸政策听谁的 对要听谁的 副总统没有职权 但是他是准总统 总统说我现在还没卸任 现在应该听我的 那现在国安团队是不是要打架 尤其赖清德应该是不太信任蔡英文的国安团队 所以还是说要听萧美琴的 就是你就是说 现在这个宪政架构上面 确实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即便他们是同党的 但是他们两个人的风格可能是截然不同 那所以现在我相信 这个就对岸来讲 他们也是某种程度上 也是这样测试一下 确认一下说 现在我们中华民国政府这边 到底是谁说了算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就算蔡英文想这么做的话 可能背后会有个赖清德扯住他 注意看一个讯号 就是说立法院长选举 刘锡坤说 如果刘锡坤接到对岸的电话 他说如果韩国瑜 接到对岸电话 会什么出卖台湾 什么利益 还在打抗中牌 连立法院长选举都可以打抗中牌 其实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 但是这表示民进党 他们还在玩同样的这个模式 这条路就走到黑 而这个游锡坤 他代表到底是蔡英文的意志 还是赖清德的意志 对不对 这个完全不一样 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今天游锡坤能够继续竞选 这个立法院长是谁 谁是党主席提名他的 是赖清德 所以看起来 最近我们可能要观察一下 你会发现蔡英文好像不见了 他反正他要卸任 很克制他的这个发言 不过因为他常常常态性的身影 所以大家可能也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理论上 即便他是一个所谓的看守期 但是在现阶段其实是 不管是两岸也好 或是说在对美国这一块 都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 那理论上他是应该要 站稳一个路线 那这个路线 不管你即便说 你不可能接受九二公司 或怎么样 不可能会有突破 但是你不要恶化 就是这个时候 就是蔡英文考验他 因为很有可能赖清德上任的时候 第一句话可能就得罪很多人了 他有可能在 这个所谓的就职演说上面 就马上引发轩然大波 都有可能 所以我想这个 这一波包括像ECFA 如果你先按照经济部说 没有什么影响啦 这个还好还好 那我们就等着看吧 我们就等着看吧 尤其我 其实我 像我最近 我都看到一些 这个在野党 比执政党还着急 就在野党都说 哎呀这个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我真的觉得在野党 不要着急 执政党都不急了 你们急什么 对啊 但问题是急的话 是等你看到了 也就没有回头路了 不是啊 你现在在野党提这些 那执政党说 哎呀都是你们 都是你们你们在喊 都是你们在威胁台湾 认知作战 有没有 一直都用这样 我讲在野党就不要管 你就通通管民生 管民生议题 好好的把这个民意反映出来 然后呢 好好监督政府 然后呢 执政党如果 大难临头了 比如说电不够了 哎呀 ECFA断了 真的影响经济了 但又缺了 什么样的火 民怨烧起来 那就是你执政党麻烦 所以我 所以我说 不管这些问题 一个一个我们都可以 数得出来 都知道 赖金德接下来要面对 很多很多的问题 可是他有没有 解决的能力 日本现在也是大难临头 刚刚为什么讲 日本他们现在要积极去 跟对岸去谈这些东西 他们的内阁满意度 叫什么 14.6% 我的天哪 这个数字 我看他们现在执政 那个岸田的政府 恐怕是 非常每天如坐伸瞻 然后搞到这个 这个执政党里面 好几个派伐都要 都要解散 那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威胁 每一个执政党都要面临到 政权威胁的时候 或是说民意的恐吓 或是说民意的 这个不信任的时候 才会改变路线 好 不过我们看 刚才在讲 执政党现在还要继续这样 一路走到黑吗 那其实说真的 这个媒体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如果说还是持续的在掌握媒体 操弄媒体的话 那你想想看 会面对什么样的结果 当然就让他们继续为所欲为了不是吗 那董哥 现在NCC NCC这个主委陈耀祥说不再续任 不再续任 难道就没事了吗 可是我们要说 现在你看哦 他说对 有一些有争议的案子 你得要赶快想办法去解决 对不对 在野党也在提出这样子一个呼吁 然后他现在告诉你说 是啊 NCC委员这边就动起来了嘛 今天委员会就决议要开罚 罚谁呢 罚中家 说三例违规入股中家 罚中家1440万 然后限三例8月底初清持股 这个就是罚中家 但是那三例呢 初清持股就可以了的吗 然后呢 这个陈耀祥 现在你不再续任 不再续任 然后还要回到台北大学去教书吗 这样就可以完全没事了吗 那这样说的过去吗 我来请教一下董哥你的看法 他当然不能细任 他任期到7月31 如果他要再任命 行政院长提名七个委员 对不对 再提名他 要到立法院 要立法院同意 立法院可能给他同意 不可能 当然不可能 国民党跟民众党恨死他了 对不对 你这家伙 一定一阵羞辱 天天把整个人事审查的时间延长 羞辱你两个礼拜 然后最后投火结票 绝对是这样的 我敢讲 与其这样那他就不如说 我不再续任 他不可能会过啊 不可能有半数通过他 但这样的话就表示说 是我自己主动我不做 他是爱做官爱得要死 那时候苏贞昌怎么卡他 苏贞昌给他代理 苏贞昌当前院长给他代理 你把中天干掉的话 我才让你那个 我讲这个我负责 因为那个东西都流出来了嘛 总统府说是中国害客 怎么样怎么样 假的根本不是 市里面有个秘书 电脑掉了后来被人家弄 然后就传 那个捡到的人 就把它传给各媒体 连我都受到疑问 就说哇 他们下来打算怎么做 我们想说可能吗 而且还讲 我们会找两个立营的 立媒的协者 进去把中天把他干掉 都讲得多名题 后来证明是啊 对不对 台大一个市大一个 他们都进去啊 他们就主导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般人 比如说我今天 有个秘建 我说我打算怎么做 后来被捡到了 有人捡到我一定说 那是假的 以后我也不会照那个做 他们现在这秘建被人家捡到 他还照着这个来做 完全符合 这个就叫剧本啊 对 照着剧本演了 他反正 我立法院够办 我民进党 对 脸皮厚 我也不怕你们讲 我就照着这个 那里面最让人瞧不起 就是陈耀祥 是 台北大学的助理教授 这助理教授干了十几年 也没办法升迁 因为没有论文嘛 好吧 那他这个官也当得够久了 那他现在第一 那他这样的话 他还要回学校吗 可以让他这样回去吗 第二点就是我要问 究责的问题啊 没有行政责任 没有司法责任 什么都没有了吗 他官是一堆 可是他如果在这里 因为他是 可以讲 我是因为我当NCC主委被官 所以我的律师会 全部由NCC在乎 你知道吗 但是他离开以后 立法院必须明定 省议算他要打官司 他被告知 他自己出钱 他自己出钱 怎么还可以 用我们NCC的钱 去帮他打官司 所以立法院 因为现在已经够办 过去当然民进党 一定会同意这笔钱 因为他够办 那现在在野党够办 在野党要把NCC 看得紧紧了 为什么 我们这几个独立机关 最差劲 最让人瞧不起 就NCC嘛 然后再下来就中选会嘛 就这都是独立机关 那你知道人家公平会 人家就乖乖的 也没有什么争议 你们这些都是太政治的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很清楚 我要掌控媒体 我才能够在选举里面 获得赠钱 我在议论上 我才能够打败 其他的对手 所以他是完全铺天盖地 台湾的媒体 百分之九十几 是民进党在掌控 那他们掌控用养的 用恐吓的 然后最主要 他们奢养一些 奢养一些脸皮厚的官员 去操控 他就是一个之一 波基刚刚我们听到了 有关于在讨论 陈耀祥的事 这位NCC主委 但我们也要问的是 NCC这个机构 他还是会能够 所谓的独立机构吗 说是独立机构 可是做了这么多 那么我们来看 现在这个包括说 这个刚刚我们讲 中加跟三立 你说只罚中加 有的人就觉得 真的这样是对的吗 那是NCC有两位委员 还甚至认为 应该重新检视 三立的疑频道 疑频案 包括他有几个频道 是不是也应该 要重新来评鉴 因为认为 三立是明知故犯 好 话说回来 我们回到 刚刚上一张电视墙 我要请教一下波基了 所以接下来 你说换了一个陈耀祥 他走人 但是上来一个 新的委员 那这个其实接下来 就是面对新的国会咯 那有没有可能 出现难产的疑虑 波基 确实有可能 你要知道这个 当初陈耀祥 是怎么当主委的 是因为前主委 有一个叫詹廷怡的 他是业界出身的 结果他上任之后 一直被骂 说 哎呀 中天 那个民进党立委去质询他 中天做假新闻 你怎么可以不处理 怎么还不处理 怎么不把他关掉 每天在立法院修理他 最后他说 老娘不干 最后他辞职 才换到陈耀祥 那陈耀祥上任干嘛 当然就是来当筷子手 就是上面有压力 由他来承担 他就是负责处理中天的 他那时候2019年上任 就是为了冲着中天而来 所以你看很快的 就把中天处理掉了 那就完成了他的任务 没错 那他当然上任之后 那既然他处理中天 那剩下的就护航自己人 所以我只能说 这个叫NCC的结构性问题 就是他其实不独立 这个独立机关 他一直有一只 这个政治影响力的黑手 会伸进去 那他这个手伸进来 民进党从来不认为 他们有问题 对刚刚董哥也讲了 那一个密件就是真的 那个流出来 好像讲了一副 那个总统牌手 没有没有 这个文件不是真的 就事后一个一个都证实 都是高层在盘算 他们在连提名谁 可以达成这个目标 通通都算进去 那问题是现在状况不一样 民进党不再是国会多数 所以陈耀祥 他很知道这个状况 他知道 今天我在被提名 我不会过关 因为国民党也要处理他 所以就闪了 民进党 民众党也要处理他 所以NCC是那个规定 他们组织法规定 每个委员 因为主委是委员 这个兼任 那这个每个委员是 连选得连任 他没有说连几任 所以如果今天陈耀祥 有那个意愿 他还可以继续干 可是他不要 他自己知道不要 就是因为国会 竟然多数了 多数不是民进党 所以现在在野党 足以 尤其他是一个 剑靶型的人物 那你说另外两位 两位是传播学者出身的 因为他们才第一任 那第一任 他们也许想说 我还有我这个传播学者的 这个股 风骨 现在赶快 我来监督一下三例 把这些 他原本陈耀祥在 他们不能讲的话 通通现在讲出真话 所以我必须讲 在这个现在的国会结构上面 反而让原本不独立的机关 独立性开始增加了 而未来他们提名的人选 你们就等着看 赖清德 这个NCC委员是要 大概六月份左右 就是赖清德上任之后 他任命的行政院长 一上任就要处理 NCC人事案 那他一提名 这些名单 第一个我认为 这些接下来要找人很困难 他除了他本身列的条件 就是要有相关的资讯 传播 法律专业以外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还要前三年 没有担任政党职务 没有参选过 他有一些必要的消极条件 但是更重要的是 在现在的民进党 民进党在提名你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保证你过关 所以这些委员的 个人的条件就非常重要 或者说 他必须要在立法院 在监督这个所谓的审查过程 所以审查是要去委员会里面 接受巡打的 那个巡打的过程里面 你可能要被问什么 你觉得中天该不该赴台 你觉得这个 中天的这个相关法律案 该不该撤回上诉 包括禁电式这些争议 包括三立中家的 这些入股的问题 每一个争议的案件 都会变成他们的舞台 好 那如果你在这上面 很抱歉 你没有答出这些 在野党立委想要的答案的时候 你会被刷掉 那一旦被刷掉 哦 事情大掉啊 赖清德出师不力 第一个人事案 就被立法院打枪 对 这个就是大新闻了 这就是未来国会 可能的这个常态 那如果你提出不对的人 你就会走不对的路 这个跟他们的竞选口号 是背道而驰的 对 这绝对会成为他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考验 所以呢 你说国会 国会里面的战力太重要了 不过今天我们要先讲龙头 厉将军 你看现在龙头都有在推啊 比方说像国民党很确定了嘛 韩江沛 对不对 民进党的油蔡沛 可是呢 民众党 有人说 他可能立法院长是 赞成是推油习坤 可是呢 江启臣 是副院长最好的人选 所以变成民众党属役 油江沛 众说纷纭啊 可是呢 有知情人士甚至就讲说你觉得民众党真的会这样吗 柯文哲怎么想 柯文哲 他会挺韩国瑜当院长的 可是呢 马上就看到民众党的陈志涵 他却否认了 他说其实这根本都还没有定案 所以现在在这样子的纷纷扰扰情况之下 消息又这么多 我不知道 李将军 你怎么看呢 我只是把民众党当笑话再看 民众党 柯文哲你拜托 你好歹也是一方枭雄嘛 你什么事情都在听女人 然后你从这个蓝白河开始 对不对 我们回忆一下蓝白河不是 他自己都已经答应了都已经签字了 回去以后 因为被黄山被这几个女人一讲以后 他就翻脸不认人了 然后就开始找下理由 回去以后甚至于他妈妈也在哭 他叫他妹妹也出来选 然后被大家嘲讽一番 今天又来了 对不对 你今天早上你才说支持韩国瑜 支持这个韩国瑜竞选院长 支持韩江沛 下午你被一个陈志涵 你就又翻盘了 我问你 如果说一个政治人物 那么如此的就言而无信 然后没有信用来讲的话 你叫人民怎么信任你这个民众党 我觉得民众党 现在有很多种策略 你其实你太多的心机来讲不好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这个蒙动破阴阳 你这个反反复复阴阴阳阳的 阴阳就是反反复复 蒙蒙懂懂的人 就是专门克制你这种人 对不对 你现在其实民众要的很简单 就是你民众党 你就是一个在野党 你既然是在野党 就扮演好你在野党的角色 你在野党就是监督执政党 你现在不是 你三不五十 你去跟这个民进党抛灭眼 或者是要个职位要干嘛 其实民众都很清楚 你不管你的政策怎么样 你今天支持哪一种配或干嘛 如果说你没有扮演好 你的在野党的角色 其实你很快就会被泡沫化 尤其像今天下午 这个大概早上的时候 还传出来说他支持寒江配 对不对 这个柯文哲传出来 虽然他不是亲口说的 但是大概媒体也都 也都有这种说法 那你看陈志台马上就打脸他 他乱说不是 我从来没有看过说 一个小小一个党 也不会就是八行立委 然后在那边现在又传出说 黄珊珊跟蔡壁乳 又是茶屋内地的风暴 两个女人的战争 然后这个 那你柯文哲 你现在到底在民众党里面 你扮演什么角色 你到底你自己在党里面 他说的话到底算不算化了 是不是 这个而且是不是真的是 由他说了算 董哥就你的观察 就是现在目前的话 都有人想 哎呀民众党大概没多久 又要准备泡沫了 但是呢现在眼前来看 你说光是讲这个龙头之争的时候 大家都在问民众党要挺谁 挺哪一边 然后所以才会有所谓的 是支持韩江沛吗 还是油江沛都冒出来了 然后现在呢 当然我们还没有办法得到 最后民众党的答案 可是现在看到民众党 党内自己本身 前两天 我们其实才在节目里面讲 我说这会不会陷入是 所谓两个女人的战争 等着看 结果现在消息慢慢都开始浮上来 蔡壁如要回党中央当委员 黄珊珊说没接到这个消息 然后呢 那有人就说 所以真的是有蔡壁如 黄珊珊之争的话 民众党现在是有所谓的 民众党的后宫甄嬛传吗 民众党所有的人都依附在 柯文哲身上 没有柯文哲出来选总统 成立台湾民众党 然后拿到这些票 他们都没有了 所以现在每个人 就自称能够代表柯文哲 其实柯文哲是没有人能够代表的 包括他自己 因为他讲的话 从来不算话 我讲这个词是很沉痛的 为什么 一个有这么多选票的领袖 你被人家嗤之以鼻 赖清德讲 你柯文哲不要跟我谈诚信 你连国民党签六条协议 你自己都不认账 被赖清德这样骂 是不是 那柯建明他们嘴巴就更难听了 就说你这个党是一个没诚信的党 那没诚信的党其实在政坛上 尤其在立法院他是很危险的 因为人家跟你讲好 跟你谈认 你都不算 不只讲好 牵白纸黑字都不认账的话 这个是没有 没有互相合作的基础 我觉得他们现在最 现在的话很多就这样 其实民众党最怕一件事情 国民党跟民党两边讲好 我们在立法院把他当空气不要理他 他提案我们两个党大家都讲好 通通不准去联署 这四年民众党在立法院等于是零 没有用的巴西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没有用巴西 因为你所有提案过不了 你执行执行时间给你 我们不回应 你讲完时间到请你下台 就这样你完全没有作用你知道吗 那如果国民党跟民党讲好 就是说民党说我们两个都不理他 国会还是你最大党 最后要表决要是你们 国民党决定怎么样 就照你们意思 为什么 因为民众党是不可信任的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民众党他就有危机了 因为你的巴西在立法院是毫无表现 那别人的表现很多 你说我们提了这个案 国民党一定会接受 国民党看一看 这个案子不错 好我们把它拿过来 由我们国民党来 我们拒绝民众党加入 对我拒绝你加入 怎么样 我自己表决够啊 你说我不 你要自己表决我不给你够 没关系第二轮就会够 是不是 最后是踩 踩那个多数 很多事情都会够嘛 那你民众党在立法院 连议席招委都没有 立法院有16席招委 民众党连议席都不会有 招委是排案的 排法案 你提什么案子我就不排你 都是国民党跟民进党的招委 人家我就不排你的案子 你拿我怎么样 这是我的权利啊 所以我说 有些东西很现实 那民众党为什么这些 陈志涵啊 黄珊珊啊 他们讲话都很大声 那个董哥是陈志涵 陈志涵 陈志涵会引起误会是另外一位 是是不好意思啊 那他们 他们这些人为什么讲话呢 黄国桑本来想说 我要来玩大的 我提出你们都想当院长来这个 没想到回应其实是很冷漠 韩国医师应付他的啦 韩国医认为你不挺我没关系 我第二轮还是我啦 还是我当选嘛 那其他人大家嗤之以鼻 看你怎么玩 那陈志涵或黄珊这些人 他们因为没有在立法院 他们不晓得以为 我有多大忍耐 那根本没有人回应你 因为你们不晓得立法院 他是有一些规矩的 而且这些规矩是法律 你的包括你的委员会 要怎么成立 你们必须要做这些事情 他不是里面可以你随口在讲 所以陈志涵今天既然讲说 我们要倒阁 阁魁都还没来 谁当阁魁 谁当行政院都不知道 你就要跟人家倒阁 你这个不是很幼稚吗 所以可以看到他们的那些 不懂要讲大话 其实很可笑 所以这个龙头这样来看的话 波金你认为 国民党的几率大 还是民进党的几率比较大呢 这是第一 第二总招之争 国民党内现在说 傅宽琦可以啊 有吗 很多人说不妥吧 还有其他的人选不是吗 纷纷都有掉出来 当然也包括赖世保 说其实我也可以啊 登记嘛 对不对 所以怎么看总招跟国会的龙头 第一个就是说 现在民众党如果没有韩国瑜今天这篇发文 然后呢 这个民众党是给予肯定 民众党是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那这代表什么 谁没有作答 民众党自己出了考题说谁没有作答 现在国民党答啦 那如果今天民众党明明说 谁答的题 谁答他们出的题目 谁答的好 我去支持嘛 他们还要内部讨论嘛 可是有人没有交考卷 然后你去支持 那你民众党就是什么 这是什么什么什么奇怪的政党 说话不算话 你等于是自废武功 所以如果我觉得现在民众党反而因为韩国瑜发文 加上国民党团昨天的这个 也针对这个所谓未来国会改革 提出一些方向 那大致上跟民众党的路线是差不多的时候 那我认为现阶段民众党往绿投的几率下降了 那个所谓的什么什么分裂 什么油浆什么什么 那个我认为啦 那个就是一个叫做剧本 什么剧本 就是只是拿来给你们两边 就是说证明我们很重要啦 但是呢 因为蓝跟绿都知道 今天只要民众党决定往哪一边投 他们只要决定团进团出去投哪一边 哪一边就当选 所以如果你要一个所谓的保险 那个你要买保险 那民众党就是这个保险 可是呢 民众党他 他有可能就是两 因为他的这个所谓的 大家的政治互信不够 所以有可能会 就两边都不投 那他他不投 对谁有利 对国民党有利 所以我说这个局就是 除非民进党争取到民众党 否则国民党是稳的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看 好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总召 国民党总召的部分 傅昆琦过去有当过党团总召 但是他是当亲民党的党团总召 所以他有那种所谓的 朝野党团协商 去代表这个党 去做这个议事攻防的 这个经验是没有错 但是他在的时候 那个时候叫做第六届 第五届那个时候 那时候还不跟现在的国会 有一点不太一样 那时候委员会还比较多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